欢迎收看《讲清讲楚》 公务员是服务社会 它的表现是如何 直接影响到市民 过去这个礼拜 政府公布两项有关公务员的决定 如何影响公务员和市民 我们邀请到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杨河培恩来聊聊 早上局长 早上嘉欣 先讲讲其中一个就是 关于公务员加工 现在高中低或一加3% 市民其实很支持这个决定 有些甚至直接说 其实应该可以加少一点 甚至不加 因为现在政府财赤 但公务员团体那边 其实也有一些声音 就是觉得 为什么不是跟 那个薪酬趋势指标 这样去做呢 似乎有一个反差 你知道怎么看这个反差呢 其实薪酬趋势指标 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数字 大家都觉得 有这个就跟 或者会说到 这个就是一个机制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机制 机制就是要考虑了六个因素 除了薪酬趋势指标之外 还有香港的整体经济情况 物价的变动 生活费用的变动 政府的财政状况 公务员的士气 还有公务员团体 他们对于薪酬调整的要求 那是考虑了才是机制的 那大家都很明白了 如果譬如政府的财政状况 不好的话 那我们都是要审慎理财 我们都要顾住那个整体 香港的情况 那所以是要考虑了的 有些市民可能会觉得 如果你做得好 我不介意给多一点点 那会不会是市民 看不到公务员的好 还是公务员那方面的质素 还未达到市民的要求呢 其实公务员的工作 都很广泛的 公务员可能在一些 比较后勤的工作 或者是一些政策的策划 那里的工作 其实不是那么容易 是很简单的一个成绩 但是市民接触的 可能就是前线的同事多一些 前线的同事其实很多 都是很尽心尽力做事的 但是有时候很受到个人 一次半次的经验影响都不定 但是整体来说 其实行会都有考虑到 公务员在过去一年的表现 其实公务员在过去一年 其实表现出来是团结的 有一些恶劣的天气 之后要出来 社会要復常的时候 我们那个动员的机制 动员公务员出来 无论你是坐在办公室也好 你都要出来帮忙 清理个街道 帮老人家回家等等 这些其实都是展现出团结 展现出热心服务的精神 所以在整体的情况是这样之下 都觉得是要认可公务员 这方面的表现 市民除了考虑公务员的表现 值不值得去加一个加幅之外 今次都有不少市民 普遍都认为是因为考虑到 政府的财政状况 有财赤未来几年都有 其实政府今次的考虑 是否都集中在这个因素 所以就在那个加幅上面 都会有一些看着或者拦着呢 都是清楚的 有这么大的财赤 都一定是去不到 好像那个新头趋势正指标 那个幅度的了 但是今年我们也都看到 其实另外一边的经济状况 又不是差的 去年整个经济是有一个实质增长 财政司司长预测明年的经济 都是会有一个增长的 是一个都挺稳定的增长的 而生活费用也都是有增加的 我们的综合消费物价指数 今年的三月比去年的三月 是升了2.1% 就是说物价都贵了 所以考虑了这些 都是拿了一个平衡的决定 刚才你这么说 其实预计 其实来着 无论是经济增长 或者是政府的财政状况 甚至是通胀 其实政府都有一些的预测 就是平稳的 大致上都是这样 如果按这个的说法 是不是就是说未来几年 公务员应该有个心理准备 就是可能你的家幅 都是跟今次差不多 每年都不同的 明年的新愁趋势指标 会是怎样呢 会是高会是低呢 现在估计都实在太早了 我自己会觉得 明年的财政状况是怎样呢 常政司司长估了 四百多亿的赤字 大家都会希望经济再好一些 赤字减少一些 或者其实都不单止是看赤字的 都看经济的前景的 如果在明年的时候 预测后年的经济前景 可能如果是更加好的时候 又有另外一些想法 所以在现在 我觉得都是比较早去预测 未来是怎样的 一般私人的大机构 它都可能是 如果不能够加得多 它通常就是高层那些加少 比例会少一些 相对低层 但今次又或一 那为什么不低层那里 加多一点呢 这样支援一下基层 其实我们都很关顾基层的公务员 在过去一向都有一个做法 就是如果行会的决定 和新受趋势指标是一致的话 而低层的指标是低过中层 是小过中层 都会有一个低跟踪的做法 就是低层的加幅会拉高它 去到中层的加幅 那在过去做了31年的 这个新受趋势调查 有18年是做了这个的 那累计比起上来 比起根据政治标价 其实低层的加幅 在这么多年来 是多了大概15%的 所以我相信 这次虽然是有一个小小的落差 但是对于低层的公务员同时 对相对于做同样工作 但是在私营机构的员工 应该那个薪酬 那个相差是不大的 有些意见就分析 为什么公务员 经常都会有一个 比较上相对高一点的期望 对于他那个薪金的调整 其实就是源于 那个薪酬趋势调查 就有些人觉得 其实很多都是看大企业 其实中企那些 其实小企其实很惨的 所以下下这么高的 一个大企业的人工 加得好 会不会打算调整呢 其实这个都很科学化的 我们那个委员会 除了有独立的主席和委员之外 工员事务局有参与 原方都有参与 我们今年是有113间公司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有13万多个雇员的资料 拿了回来的 里面的行业 我们是跟回经济 香港整个经济大概九个不同的范畴 大公司占15% 无论小公司回来的数目是多少 人的数目是多少 我们都会加权它 让它有一个这样的比例 你说比例应不应该调整 这个其实大家觉得怎样呢 政府其实在香港是一个超大企业 是请最多人的企业 就算香港很大的企业 差不多都没有政府一半这么多的员工 那政府的参考 其实参考那个组合 应该是 比例是怎样 是不是大企多一点都正常呢 但是暂时如果这样看 譬如有些声音都觉得 就算大企多一点都没有 由七成半去到两成半 可能六四会不会好些 起码现在的反差 不会那么容易出现到 你自己怎么看这些声音呢 需不需要调整呢 也会有情况 就是因为人数少 而我加权大了它 如果小企有一两间 那个调身的幅度 是有些不同 特高或者特低 加权之后就放到很大 会有这样的影响 又要顾及整条数就会歪了一点 但它都是两成半的而已 其实它都是整体的 都是会的 过往都有过这样的情况 这个又要想起 暂时都没有想着要去改动一下 这个其实每年 这个新吹会开会都会谈的 但是这个比例 都是可以想 不过过往其实想过很多次 那个比例本身是怎样 应该参考多少是大 多少是小呢 那小那个如果加大了 这些效果出来的时候又怎样呢 都要小心去考虑 如果你看中数目 大企和中小企数目 就好像中小企数目 一定是多于25% 但是如果你看在大企服务的人数 和中小企服务的人数 其实大约是8二左右 现在的社会 暂时跟你谈了这么多 终于回来再说 欢迎回来讲清讲座 今集的嘉宾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 杨河培恩 公务员的福利其实是否需要调整呢 举例现在市民有些人就说 其实公务员就是去看公营牙科 但是其实很多市民都排着街站 都有排排 有没有想过要调整呢 这个我也要澄清一下 因为其实公务员在我们的聘书里面 已经的雇佣合约 已经是政府答应了 会提供医疗和牙科福利 跟很多外面的公司一样 但是政府提供的方法 就会是医疗福利 就是由卫生署和医管局提供的 牙科福利就是由卫生署提供的 就是说现在我们看到那些牙科诊所 所以这个是政府用来去提供 他答应了这个顾员会给他的一些福利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里就不是一个和市民竞争的一个问题 旧那批公务员 其实他政府和他签的合约 已经包了这个福利 你就很难去改动了 你的意思是 但是譬如说一面对一些财赤的情况 你们自己没有审视过 就是公务员的福利 是不是比外面优秀很多呢 甚至可能有机会要减一些呢 例如新签那些 可能牙科那些就未必给他了 我们2000年的时候 1999、2000年的时候 做过一个大的改革的 很多福利呢 其实除了譬如医疗牙科这些之外 很多福利都会变成了 都是近似私营机构提供的那个方法 譬如房屋福利 现在已经不再是会提供宿舍那些 那些那样 除了几个部队一些部门宿舍之外 就会是一个 一个津贴 一个有时限的 那它拿完就完了就没有了 很多都会这样转了 所以我们看回这个与私营机构 第一那个提供的模式已经很相似了 第二提供那个质量本身 其实私营机构都跟政府是很 竞争性都很大的 都很可比的 这些福利 所以我想要维持一个基本的 那个公务员工作的吸引力 我们都是要有一些基本的福利在那儿 既然你觉得要维持 那在公务员立场就会问 既然是维持 为什么这个牙科服务 其实现在好像就是有姿势就没有实际 因为我有牌都轮不了 那连一年洗一次牙都快不行了 那怎么去回应这方面的看法呢 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但是钱又不够啊 政府其实 我们都知道的 其实不只是钱不够那么简单 因为卫生署的牙医的空缺都比较多 所以提供服务的数量就会比较减 所以我们都用了 其实因为那个位置是存在的 只是我们请不到人而已 所以都预了那个位置的一些薪酬 我们所以都用了那个资源 去在私营机构那儿购买服务 所以现在我们有一个服务就是给同事 可以去私营机构那儿洗牙的 希望这样可以把牌队的时间 减回到一个合理的程度 那暂时看他们是不是都收货 还是你觉得接下来要加大 还是怎么样呢 或者要想一想 可能大湾区那方面帮忙 买服务还是怎么样呢 有啊 我的同事都公务员的工会 都有建议 就是甚至立法会都有的 都建议我们考虑 譬如去大湾区买服务就更加便宜了 现在都很近了 那我们都是探索着的 如果是各方面都可行 这个都不是不可以考虑的 现在的进展去到怎么样呢 这个都是在探讨着 探讨着 有没有什么你觉得是有些忧虑 或者可能未必那个可行性上面 可能要再看多一点点 其实有些 譬如技术上都有些考虑看看怎么样做 譬如那个病历怎么样给香港 另外就是同事去 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画那个圈 只是洗牙 或者有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做呢 但是因为牙科其实跟身体都是一样的 有时候你越做越深 会会越发现多问题 那到底我们画到去哪里呢 或者那个质素保证是怎么样做法呢 那这些我们都在探讨着 好了 我们说到刚才就是说 无论是薪酬还是福利 其实有公务员的待遇 和外面的私人机构都有一个可比性 大家都在争的 而我们现在争的暂时的结果就是 我们还有空缺的 有一成的空缺 那接下来怎么去搞呢 这一成的空缺 究竟会不会有些人说 那你不是找一些高财通 输入一些内地的劳工又行不行呢 还是说不是 可以参考医管局而已 跟内地有个交流计划 哪交流就哪帮忙做事 又行不行呢 你有没有想到这些呢 基本上基本法就规定了的 一定要是香港永久居民才可以成为公务员的 所以输入未成为香港永久居民的做公务员就不可行的了 交流方面我们视之为培训的一种 因为我们目的都是希望真是有个交流做得到 真是有个互相经验的分享 那我想当交流人员是一个生力军可以帮忙做到很多东西就不是很实际 其实公务员和大湾区的公务员交流我们开始了 刚刚都有同时在大湾区 高区公务员 是的 回来 他们都有真是落手落脚做 但是那个做的方法都是以开阔的眼界 以去看多些东西 知多些内地的体制内地的发展 从那个角度出发去设计他们的工作 这个我也很感谢深圳方面 接着的话题 另外一个第二个大的一个公布 就是那个公务员守则 就已经有个定稿了 里面就因应着基本法23条立法 其实其中一个首要的我们看到的基本信念 就是维护国安 那就是说要求公务员履行公职的时候 就一定以国安为一个首要的考虑 那可能大家看到这个位置就会有些疑问的个别 就说如果是这样是不是一些争议性的政策 是不是尽量想的时候都不应该推呢 如果不是就会令到社会不和谐 这样影响到国安 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其实我想出发点 其实就是说大家在做大家的工作的时候 都不要忘记了国安 国安都要是一个考虑 所以如果你在工作里面遇到有一些 你觉得是对国安有风险的 就要考虑如何去处理它 要积极地考虑如何去处理它 我想出发点是这样的 至于去到一些比较有争议性的课题的时候 我想我们做 无论是公务员也好 就算是问责官员也好 我们都会希望去尽量去做那个解释 做好那个解说 或者是去和持份者去多些沟通 去尽量将那个分歧去收窄 去避问题就不是一个方法 我相信香港社会都是理性的 大家如果对着这些问题 大家都会是就着问题本身 去找一个解决的办法出来 这些普通的问题 应该不会是那么轻易引起国安的风险 但是同事在做事的时候 是一定不可以忘记了这一件事 明白 另外一个就是尽忠职守的方面都列明了 就是公务员其实就不能够以这个身份 去批评政府 令到市民去质疑政府 但是都有一些例外的 就是如果譬如说一些工会成员等等 他就着一些申筹福利 他去发表意见是可以的 但是可能来到有一些情景提 举个例子 之前政府就想着可能是按这个急诊室 就是按一个危急的程度去收不同的费用 有一些急诊室的公立医院医生就说 不行啊 影响到我们那个工作流程 我们成为磨心 表面上他真的是批评政府的政策 但是他又好像就关乎于一些的 就是他们的工作的福利 你自己觉得 可不可以呢 如果这些情况之下 有时候会重叠的嘛 其实 第一 这五个医生就不是公务员 是 当然 就算是都好 我想很多专业的同事 在那样东西 如果影响到他专业范畴 他怎么样去做他那个专业的工作的时候 第一 他从专业角度 他可以在架构里面和管理层反映 就是这个做法未必好 可能会反而影响到工作 第二 专业的工会 亦都可以和他反映 这个会影响到他们的专业质量 我想这个总有个位置是可以反映得到的 那就是说你的建议都是不要以个人身份 就是不要说医生 又举个例子垃圾征肺 之前政府都有问 你们都有些合约的 就是一些雇员 政府雇员他清洁工历 他说我真的不想哦 如果你这样行的时候 那他是不是不可以用个人身份来说呢 可能都好像你这样说 建议他透过工会 又或者私底下和政府官员说 是不是应该这样呢 我想要分好身份的 如果那个雇员他本身个人觉得 又征费我个人来说我个人反对 那这个比较个人的意见 我想是一个个人的场合 他发表都是跟回我们的大原则 不要令人会将他的意见 误以为是公务员的意见 或者误以为是政府的立场 或者他部门的立场 或者他部门的一个比较大的 公务员群体的立场等等这些 那都要小心这些 但是如果他真的作为一个雇员 他有这个意见的话 他觉得影响到他的工作等等的话 那其实就跟回雇员那个 发表意见那个渠道 其实更加有效 因为我们一定会做内部咨询的 你跟回内部咨询的早说了 就更加有效 有时内部咨询还会早过 就是去和公众做咨询 因为都要听了内部 我们想清楚那个运作行不行 然后才出去做的 其实这样更加有效 我自己会觉得 但他按你刚才的情况 就是你说 尽量避免令人联想到公务员的身份 但很难的 如果你是一个政府的合约的清洁工 其实我们媒体标题都 政府合约的清洁工都不支持 虽然他说我是个人的 但是免不了 观感上都会弄得下去 如果这个情况 他真的会问局长 那我应该是 可不可以公开接受访问去说 还是我真的私底下说会好些呢 你怎么给他一个意见呢 如果这样 都很假浅性的 在这个情况下 我想 其实如果那个同事 他要以他作为一个政府顾员的身份 其实去公开接受访问 其实我想应该先咨询部门的意见 因为他毕竟是 拿着部门的员工的身份 这样去做这件事 所以我会强烈建议 这些真是拿出部门的准许先 今次那个守则就写得很清楚 也都比以前是长进了很多 大家都会有一个的疑问 就是如果真的不跟那个守则 那知道现在都会有一个行政站要扶的 有譬如真的违反了 可能是要警告 甚至努力退休等等 辞职 有没有说 那么多个要求里面 哪些是可能会比较面对一个严重点的罰则 哪些是相对会没有那么严重 还是一样的了 都是用那套的准则去做 其实要看一件事本身的 就是你说 譬如 坚守法治 那么你不守法 是什么不守法呢 是一些较为轻微 可能是 譬如 在交易公园 扎刑 或者是一些比较严重的 那那个同样都是没有守法 但是有个程度的分别 那我们都会看回这件事的程度 有一些呢 其实呢 就是和 纪律的关系不大 但是和个人表现关系大的 譬如团队精神 专业精神 这一些 其实在个人的考资报告那里会反映 这个同事是不是其实缺乏团队精神呢 或者他很有团队精神呢 他很和大家合作 会考虑团队其他人的意见 合作方式 也许说他不理的 是很自我的 令团队其实反而是做事慢了的 那会有一个考资报告在那里的 那如果他在这些方面欠缺呢 其实就会真的影响他的升迁 甚至如果他是极度在这些方面是不行的话呢 甚至我们就要逼令退休呢 就是一个处理一个长期表言不佳的同事的处理方法 多谢你上来港青港座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